海洋新感动 娱乐新世界 哈喽大家好我是蜜甲 每到了冬天骑鱼来临的时候呢 就是台东的成功 举办一年一度骑鱼祭的日子 就对民众来到骑鱼祭可以怎么玩 而这边又有哪些有趣的地方可以参观呢 现在就跟着蜜甲一块出发去看看咯 走吧 台东成功镇位于台东县东北部 地形狭长 而位于成功的新港渔港 也是东部最大的港口 近年来配合海洋观光的推动 也积极投入休闲一夜的发展 嗨总监事你好 你好 你好总监事我发现啊 来到这边啊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就是骑鱼祭 我感觉这边真的好热闹哦 对对对 正式开幕因为人潮会更多 当初你们怎么会想说要 举办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渔寺 是因为骑鱼在东海岸来讲 这整个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新港这边的骑鱼是最出品的 这个新港一港 民众二十一年他建港完成 之前他就已经请到日本沿海地区 找行一些或标期的一些日本高手 到这边来教导我们当地的汉人跟原住民 然后等到民国三十四年就是四五年 日人日经撤退 撤退以后留下来就是标期的这种技术 就由我们当地的汉人跟原住民在传承下来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保持用最传统标期的方法 这是非常对生态的一种比喻法 然后我们就想说 你来发扬光带 所以我们就想要来办一个奇迹 让人家知道原来标期在成功这边还是在保持后 日记是日人留下来这种 这种技术这种文化的传承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 在台湾东部常见的骑鱼种类有鱼鳝鱼 黑皮骑鱼 荔翅鱼 以及红肉骑鱼等 而台东新港骑鱼祭盛大的庆祝活动 除了希望能为当地带来观光收益之外 也如同带给出海标骑鱼的移民一份祝福 希望它们能够大丰收 今天的骑鱼祭也就是重头戏 我们骑鱼祭的最大的特色 骑鱼取新准备要登场了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当地养生后真的是超多人 超热闹的 我们马上来反问一下我们的新郎 骑鱼 哈喽 请问你今天要娶新娘对不对 那开不开心 骑鱼祭 超可爱的 那我们现在的骑鱼祭 就要加入他们的队伍 准备去骑鱼祭吗 我们现在非常开的在跳舞 好 反问一下 我们今天玩的开不开心 开心 哇塞 今天是骑鱼祭嘛 非常热闹对不对 那你觉得骑鱼祭对你们来讲 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是今年大丰收 大丰收 希望今年就是骑鱼出去可以大丰收 对对对 阿姨我们跟镜头比业好不好 好 耶 今年的骑鱼祭游行的主题 可是骑鱼取亲 这是盛大彩节队伍 是由在地居民所赌成的 大家欢天喜地 出发迎去骑鱼新娘了 好 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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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骑鱼祭的心情呢 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兴奋是也非常的感动 其实骑鱼祭的那位秘密 是要有些 可以让我感受说 其实在成功这边拿他们当地的居民啊 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鱼祭 然后可以凝聚他们的象形 好 赌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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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尾 你这样随着骑鲸游行队伍 来到活动会场 会场里还进行了许多精彩的 骑鱼祭特色活动哦 那我们一直希望这样一个活动啊 能够带动啊 带动我们渔村的经济 带动我们渔月的发展 在资源保育的情况来讲 骑鱼用标的 最符合资源保育的一种鱼法 那同样的 我们对于这个资源的永续 我们也要尽到努力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的骑鱼呢 能够世世代代的 让我们台东 让我们台湾来利用 而现场还有精致的伴手礼 可以购买 这些伴手礼啊 都带着浓浓的骑鱼风味 民众来到成功 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哇 总监市 其实来到骑鱼祭 这边的会场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跟骑鱼相关的一些 周边商品 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是骑鱼肝 这是骑鱼肝 它的食材是 八角骑鱼 就是纯人工 把肉取完以后 浸泡一点料 然后再烘干 烘干又再烤过 旁边有试吃的 我们吃一下 对对可以试试看看 它是很健康的 刚出炉的 而且有点温温的 对对对对 就当做一般的淋水吃很好的 好香哦 是是是 脆脆脆脆的 现在温暖半期益 周边就想说 延怀一点周边的产品 而且民众刚才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小玩意儿 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 骑鱼公仔 好可爱 你看 我们今年就是 今年只有这个 男公仔 叫我们去取亲 明年我们就让他 生一对宝宝 不只一只 哇我知道 这是配合今年的 那个特色主题 骑鱼取亲 对对对 而且这是他的宝宝吗 他的宝宝 明年会生一对 双胞胎 但是我觉得民众 来到这边啊 可以吃又可以拿 对 而且又这么可爱的 一个纪念性的骑鱼箱 带围纪 带围纪 对啊 是非常好的 真的很不需此行哦 台湾周遭海域 拥有丰富的骑鱼资源 尤其以东部黑潮流经海域 最为丰富 高耸的背骑 是骑鱼最主要的特征 体长可达3至4公尺 距离台东成功东北方的三仙台 是民众来到成功不能错过的景点哦 四周珊瑚礁环绕 散步着各式各样的海时地形 并且还有八个五跨海桥 成为东部海岸著名的地标 在成功三仙台不远处呢 有一座乌石饼鱼港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座鱼港 它呢 可是全台湾的十大魅力鱼港之一哦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乌石饼鱼港啊 那一开始怎么会有乌石饼这个称呼呢 呃这个是光复以后 那国民政府所所命名的一个就是乌石饼啦 它意思就是在海边突出来的一些胶岩 乌石饼 在鱼港旁边啊 就会有很多突敷海面的一些大石块 是指这个黑色的石头吗 那这个整个就是火神岩 然后它整个是 应该是台湾本岛最大的突出来的火神岩 火神岩面积最大的 而且我还知道啊 乌石饼鱼港它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迹 也就是呢 它曾经荣获2009年全国十大魅力鱼港的浪击天涯 第一名对不对 是的 哇好棒哦 那怎么会就是有哪一点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这边最适合浪击天涯的 它的感觉应该就是说 这个港我不算港口啦 只是天然的港澳 完全没有人工设施 那所以它来到这边感觉好像走到了世界尽头 天涯的尽头 那请你来这边就感觉好像说 要在那边施定终身这样子 走到天涯的尽头 海枯石浪的感觉这样子 还有那种情境之美哦 有没有 就很适合天 就是失忆的人来到这边 对啊 那我们发现你们的渔船啊 怎么都是停在那个海面上 有没有 这边的渔民啊 通常都是怎么到达你们的那个 船上去的 该不会是游过去吧 这个部分哦 我想刚好现在也有当地有些渔民哦 还有些船长在 那我们去问船长 我们过去访问一下他们 走吧 好 大哥你好 船长 船长 船长是 船长 他们也很害羞 像你们这边啊 你们船都不是用靠岸的嘛 对 那你们通常都是怎么游到那个 我们远方那边有没有你们的船 我们都是用这个小船枯器 小船枯器 小船吗 就是旁边这边嘛 旁边这个小船 小船 小船枯器 那你们通常都是大概什么时候出海啊 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出去什么时候回来 凌晨三点出去什么时候回来 凌晨 早上的六七点吧 早上六七点 晚一点八点 那这个时候就是主要就是在 清醒的时候 就休息然后做一些 一些 该做的 做该 该补往的 补往的补往 然后修船支的修船支 这样子 尹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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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这个整身的账费你是要 要去海边拿那个 海螺跟那个海草 海螺跟海草 这个 这个里面装的是待会 剪的一些海材都放到这个 对对对对 筒子里面是不是 里面还有一些工具 嗯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可以 那理事长 像这边的一些妈妈们啊 她们也是会利用退潮的时候 在潮天再剪食一些 对对 退潮才可以拿 退潮的时候 脏潮不行危险 对啊 哇可是我看今天的 浪啊 就是如果比较大的话 你们还是会下去剪吗 没有 比较比较 就就不会 身边是宝贵的 不能勉强 蛤 那所以今天 浪比较大是不是 我本来想说 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踩海螺 好可惜哦 没有关系 我们勉强那个浪 那个浪不会衝我们 就好了 所以你们可以找地方 躲浪吗 可以 有 有个地方躲浪 可以吗 可以 你坐旁边就好了 我拿一些东西给你看就好了 很危险 那我就在岸边等你们 对 可是你们真的要小心哦 好 谢谢我们 知道是很危险哦 好危险哦 你们有没有被拨大 没有 这个就是刚才的海菜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这个太辛苦了 这个最好吃 虽然说海菜就是 你知道吗 现在手上拿的是一点点 可是他们是拼了老命去采的 真的是很辛苦 你知道我 我刚才在岸上啊 就是 就是非常的紧张 然后怕他们可能就是 脸的全身都湿了 而且今天就是冬天 然后天气这么冷 哇 真的是好辛苦 真的是 我太感动了 诶 那这个 阿美族的话怎么说 辣麦 辣麦 嗯 但是我们有一点奶 有可能 但你们平常把这个海菜啊 就是 台国家做你们都怎么处理 煮料 煮汤 煮汤 煮辣菜 小小干的鱼 煮汤很香 像我们为什么要靠海 或是靠山 像我们汉人 汉人朋友 他可能有很多存者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存者 也是我们的印象 我们这个就变成就是 我要是对 也就是不会生态 就是一种 一定要生态的 一种采集的方式 阿美族是少数靠海为生的原住民 传统靠采集为生 也流传下族人的生活智慧 回到成功镇上 听当地的人说啊 在浴缸旁还有全台唯一的旗鱼神 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哦 张伯伯 你好 非常你好 张伯伯我知道在成功这边的万善庙啊 非常的有名 因为这边呢 供奉旗鱼神 对不对 那当初你们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想要来供奉这样子的一个旗鱼神呢 想起来是我们 很久了 差不多有十一年这个历史了 这个万善庙这个 这个 庙公和庙婆 有一天两个这个 开工 他就说 我们的万善庙来 请师傅来 鼓族的旗鱼神 啊 这个年约这啊 啊 差不多一支幼旗 啊 尤其是我们这个新港 一般都是标记 它比较有数字 以前日本旗鱼神 以前说的 以后还团出来 这个 这个传统用在标 啊 所以我们新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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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叫新兵 去收香 跟拔杯 说可以 哇塞哦 张伯伯 我们后面这一尊啊 就是 奇鱼神 对不对 哇塞 那你们当作是怎么 怎么 怎么建的啊 他这个旗鱼神 是用我们的签尾去裹的 我们的旗鱼 这个白旗鱼 这个鱼 这个鱼 不可以这样合作 下来 这都像这样 就它要展开 对 这样展开 你会有四 它也不会这样下来 一般 这个鱼鱼 都是有在拜拜 有时间 他就来这鱼神 那这样 打开一招 嗯 让我出港帝 拿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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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就跟 说 那边 那边 咱们这边 那边 那边 咱们这边 这边 咱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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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出航,陪伴着满家而归的喜悦 巫师碧鱼港在2009年被票选为十大魅力鱼港当中 最适合浪迹天涯的第一名 精致小巧的鱼港搭配海天一色的美景 是民众来到台东成功一定要去造访的哦 目前成功去渔会还推出一项出海新玩法 民众可以搭船出海观赏三仙台定制渔场补鱼作业情形 这项旅游行程除了可以观看三仙台海上壮丽景色 游客还能近距离体验宜业文化 老板你好 老板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渔场这边了 那这边的定制网跟因为其他台湾还有很多的定制网 那跟其他我们其他各地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一般的定制网是往南往北一般我们是往东 因为那个三仙来地形的地形 还有我们底下还是十个的地方都不一样 所有的网计设计什么都不一样 那像这个时候的季节啊 通常会捕捞到的鱼有哪些 就是鬼头刀 鬼头刀 慢慢倒一下就捕捉到 你现在都会看得到很多鱼花 鬼头刀 还有那个我们讲那个 遗伞骑鱼 还有那个我们讲的巨姜 叫水蒸 所以其实种类还有很多的 大概这一段诗段就是这一段 我觉得很刺激啊 因为其实在定制网这边 我们在这边看 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捞起来的鱼种是什么 对 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跟那个好像 运气在碰一样 对不对 透过这样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 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玉米真的非常的辛苦 嗯 还好啦 辛苦了 辛苦了 老板 习惯就好了啦 对于定制鱼网 米蒋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上次米蒋来到三仙台定制鱼场 玉米大哥就有跟米蒋说 定制鱼网收网 是利用两艘船共同进行 不过到的鱼过可是非常丰富的 而到底今天米蒋会看到哪些鱼过呢 老板的鱼网 好棒哦 我没有看到有鱼耶 我老板刚刚那个网子 然后他们准备跳起来的那个网子里面都是鱼 对不对 还蛮丰富的耶 鬼头刀属于平科的鱼类 爆发力强 在海中游泳速度极快 鱿鱼肉质鲜嫩 不但至少又没有鱼鲜味 属于高经济价值的鱼货 米蒋看着看着啊 又有一尾好大的芭蕉骑鱼上网了 参加骑鱼季 然后可以这样出海来体验海上定制王 觉得好不好玩 很好玩啊 觉得真的浓民 那个鱼名真的 鱼名很辛苦对不对 其实也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出海 对对 第一次 很刺激对不对 对 那你们以前啊有看过 鱼名这样出海来的 没有出海过 没有 所以其实也是很难得对不对 今天这个经验对不对 听说过 一直没有体会过 哇 这次米蒋出海体验真的是大丰收 除了能看到鱼名辛苦工作的情心 也是一种崭新的鱼业休闲体验 希望下次大家来到成功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近距离观看 丁制以往的机会 成功一乡趴趴照 也千万不能忘记新鲜又美味的鲤鱼大餐 鲤鱼到底可以做成什么特别的美食呢 就跟着米蒋一块去看看咯 来到台东的成功呢 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一定要来品尝这里的鲤鱼大餐 哇 这师傅你看桌上相当的丰盛 这些都是用鲤鱼做出来的料理 是的 那我就先从分鱼片开始好了 先分鱼片你看颜色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选用不同的部位 像这个比较白的地方就是它油花比较高 这是凤梨吗 对对对 这是凤梨因为我们凤梨台东有名嘛 对 所以又搭配到这个旗鱼剂 所以我们就是选用说在料理上 做个不一样的特色这样子 就是水果跟特色鱼种去做结合 这是炸的旗鱼的旗鱼拍是不是 对 它选用的旗鱼拍是选用旗鱼的尾巴 尾巴的肉比较Q 比较有弹性 因为一般如果是像我们用那种鲤肉的话 可能会碎掉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不宜说就是要挑那里 而且它吃起来口感真的超赞的 当然啦 那我也要来就是体验品尝一下生鱼片 那我建议呢就是先从这个鲤肉开始就好了 吃副鱼肉是不是 好 那我自己 那口纸不好 嗯 甜甜的 而且肉口即化 好吃 好好吃哦 这个它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去捞看看哪 来 我先捞起来看 里面有丸子 还有这个也是鲤鱼的肉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丸子里面跟我们一般在那边吃的丸子是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的就类似汤包一样 它外层也是用旗鱼浆下去做的 它的内馅就是搭配猪肉下去做像包子一样 所以我可以吃得到里面的那个爆姜 它会爆姜 它会爆姜 真的爆姜啊 哇塞你看整个桌上那个汁啊都爆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它里面的这个馅料我觉得好实在哦 它那个料很多哦 好好吃哦 营养又新鲜的棋鱼 加上师傅们的创意 令人惊奇的棋鱼大餐 可是来到台东成功不能错过的美味哦 这一趟的台东成功之旅呢 我们不仅看到了精彩热闹的棋鱼季 迟到了棋鱼大餐 也认识到不一样的一村风情 希望大家呢可以趁着假日闲暇之余 来到东台湾体会这边不一样的一村之美哦 我是蜜匠 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我们去分辨买到了这个鱼种 它是有通过产销里面的认证